主料,七米50克,芒果两个,椰浆一大勺,辅量,糖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芒果的量自己随意添加,去皮切成自己喜欢的大小备用就可以了,七米和椰浆备好,水先烧开,然后加入十料七米小火煮,保持水费的状态,并不断搅拌防止粘锅,当西米煮到中间还剩一点小白鲜水关火,锅盖盖, 满15-20分钟,时间到了之后,再用勺子把盛在水底的西米搅开,滤掉水分,并且将煮好的西米在冷水下冲洗干净,再次滤干水分,椰浆加水掉开,掉入白糖,将煮好的西米倒入调好的椰汁中,可以及时吃,也可以放冰箱里边一会儿再吃,如果有自己喜欢的水果,也可以往里放,我家里正好有两个芒果, 切了切放里面了,烹饭技巧,芒果可以化成其他的水果,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芒果的味道最好,煮西米,一定要开水下锅,并且不断搅拌防止糊锅,我用的是粘稠的椰浆,需要加水调和才能使用,也可以直接从超市买椰汁使用, 冰箱里冰的时间不要超过一小时,西米露放置太长时间之后,西米的口感就会变得不轴身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